讲到数列的极限 这个好像跟函数没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一般的函数没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看 这些函数的一些所谓的函数极限的理论 事实上是跟这个数列的息息相关的 某一个角度来说 根本就是若且为若的一个状况 是通的 大家在以前都学过函数 我们考虑的是一个范围 一个集合去一个R 而这个集合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区间 大家当然都学过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有某些状况底下 我们对于一个函数的当点的值 是比较没有兴趣 反而是想着就是说 有一个让它附近的行为 它在那个点 那个A的点的附近的行为是 反而是更有兴趣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考量是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这个当然是有兴趣的函数 这个当然是有名的函数 x-2分之x平方减4 那2是在这里 我们发觉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函数呢 是一条直线 那当x不等于2的时候呢 它根本就是一条直线 x不等于2的时候 它根本就是一条直线 就是x加2 可是x等于2的时候呢 它就一个零分之零的状况 函数是没有定义的 函数是没有定义的 那我当然可以补上去 比如说我补成 这个是等于6 那这个点的值就不大重要了 那我们有兴趣的是 考虑就是 这个当x接近2的时候 从左方或者是从右方 我的函数是 我的y值是会不会是 越来越接近某一个值 这个当然重要啊 因为我们在微分的时候 就是在讲类似的事情嘛 那这些大家在微积分的时候 是当然是知道的 我要看斜率 然后这个x的差异是0的时候 我要看这个切线呢 是一个各线的 那个所谓的极限 那是两个点 这两个点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那个各线的斜率 那这根本就是一个极限 那所以我们先来考虑 一个基本的 就是函数的极限 当点的值 不太重要 但是呢 我们要考虑就是 左方跟右方 那个 当x越来越接近2的时候 那个y或者是fx的行为 是怎么样子 会不会越来越接近一个数 那 那个问题呢 是 是类似的 我们可以假设就是说 这个1呢 是包含着某一个 x0是我的有兴趣的那个点 那它附近 比如说这个2 它附近的一个区间 扣掉这个点 是在我的定义欲上面的 我的函数呢 是从这个点呢 是去到这边 那 譬如说现在是我的1呢 是等于r扣掉这个2 这个是一个状况 就是我的大1的这个例子 那我要说 什么时候 我有x去上x0的时候 是等于r 那又是设置这个定义 而这个定义呢 跟我们前面sequence的那个 那个看法呢 是类似的 直观来看 我们要看x去上x0的时候 然后x越来越去上x0的时候 afx越来越接近l 是这个样子 那可是什么叫接近 什么叫越来越 就是这个麻烦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比如说afx等于10的20次方x 当x等于0.001 就是10的-3次方的时候 fx10的17次方 这个接近0吗 那 而这个越来越也是 也是问题 有时候我们会走出来 然后再来 再走进来 所以 所以我们遇到的问题 跟数列的时候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那个角度是说什么 你要求我的fx有多接近这个l 我就可以给出一个范围 只要x跟x0是在这个范围以内 你的要求就达到了 意思就是你要多么接近的话 我就可以给你多么接近 那用epsilon的语言就是这个样子 这次呢 我们有delta出来了 我们不是用大N 在数列呢 我们有大N 那 x-x0是小于delta 可是呢 x又不要等于x0 因为我们讲limit呢 是讲附近的行为 当点的行为呢 不重要 我们没兴趣考量它 因为函数在当点的行为呢 可能很差 但是在附近呢 反而是比较好 使得 所以对于所有的epsilon大于0 我就找到一个delta大于0 使得 x跟x0的距离 大于0 小于delta的话呢 我就有呢 这个x只要满足这个条件 我就有呢 fx 跟l的距离 小于epsilon 那就是 你要 多么接近的话 我就可以找到一个范围 只要x跟x0 在这个范围以内 你就是 你的那个 接近的要求 就满足了 那 在我们这个图里边 我可以这样子要求的 我可以 就是 这个 我们当然 这个应该是很明显 这个limit就是等于 等于4 那所以 我要求fx跟4的距离是 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那 我就事实上 就会产生一个delta delta呢 是2-delta跟2加delta 满足这个条件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2-delta跟2加delta 然后再除了 这个点 再除了2这个点 这里的 所有的 的点呢 它的函数值 都要 在这个范围以内 那 我们一般就是 就是用这个图 来表示 给定了 这个是4加epsilon 跟4减epsilon 我都可以找到 一个delta 在这个delta里边呢 是 里边的 delta区间的里边的 任何一个点 除了x0那个点 它的函数值 都要 都要满足 跟4的距离 在这个区间里边 那这个epsilon 是一直在变的 我的delta也一直在变 也一直在变 而且呢 很明显 这个delta不是唯一的 如果我现在 这个区间是对的话 我选择一个 更小一点的delta 它也要对啊 如果 比如说epsilon 等于0.3 delta也是等于0.3 这个是对的话 我delta选0.15 0.1 0.2 它也要对啊 是不是 满足这个条件的x 都要对啊 是不是 比如说在这里 这个delta是对的 那我选择一个 更小的delta 它当然也要对啊 它在里边 它没有说 要充满整个区间 它是要 只要在区间里边 就OK了 是不是 所以 这个问题是 是这样子去理解的 所以我有两个 两个remark 在remark之前呢 我们当然有一些 有一些记号 我们说这个fx呢 是收敛到l 当x3 x0 讲这句话的话呢 跟这句话呢 是一样的 你可以说是1 1是弱且为弱 这样子说 然后我们当然是 这个l呢 是一个时数 是一个时数 那我们也说 这个limit呢 当x去上x0的时候呢 是 exist exist 所以它所谓的极限存在 是这样子 那刚才所说的remark 是这样子说 第一个 第一个是说 f的x0的值 是不重要的 甚至它没有也可以 对于这个极限来说 f在x0的值呢 是完全不影响的 那第二个 是说 这个delta呢 有很多选择 反正你选对了一个就够了 你选对一个就够了 这个我叫definition1 我还有一个definition2 我也顺便讲一讲 是limit等于无穷的状况 那我们叫limit等于时数 等于l的时候呢 是这样子 你要我多接近 我多接近 那无穷的时候呢 如果你这个大l是无穷的话呢 这句话 什么跟无穷很接近 任何数跟无穷都不接近 那我们就说 它有所谓的很大很大 就是表示说 我们的函数 是去上无穷 如果存在一个m大于0 不是 我们什么是形容跟无穷接近 意思就是 那个函数值呢 可以任意大 就是跟无穷越来越接近 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那怎么说呢 是说这个limit是等于无穷 如果随便给我一个m 那只要我接近这个x0的话呢 它的函数呢 就是要比m大 函数值要比m大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limit等于无穷 那我想这个当然是一个合理的定义了 那这个是正无穷 如果是负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fx呢 只要小于负m 负无穷也是可以定义的 那其他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先回到我们的 还是回到我们一般的 对 还没讲完有一个事情 这个时候等于无穷的时候 一样跟数列状况一样 我们说这个limit不存在 在这个状况底下呢 这个limit是不存在的 这个我要强调 那为什么要说它不存在 原因是我们的那些四者 那些东西呢 对于无穷呢 有一些对有一些不对 那为了让我们的那些四者啊 一些好的性质呢 可以保持 那个定理很清楚的话呢 我们将那个正负无穷呢 给它区隔开来 那所以我们还说它不存在 正负的都是这个样子 那好 这个是后话 我们再回来 这个epsilon delta的这个语言 首先呢 还是要让大家习惯 比如说这个经典的这个例子 我们来给它做一做 怎么样用epsilon delta来说明 那个 那跟数列的状况呢 是是类似的 你还是要先猜啊 还是怎么样子 你去找出这个大l出来 你才能做这个epsilon delta的那个证明 做法是也是类似的 先看看 你要求有多接近 我先估计一下这个差距是怎么样子 那这个差距是当然不难 因为我现在呢 只要x不等于2的话呢 这个分数是就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 这个分数就是这个东西 那就是等于什么 就跟x减2有关系了 所以如果x减2小的话 那这个差距当然也是小啊 我希望这个差距是小于什么 小于epsilon 那x减2要小于什么 才让这个差距小于epsilon呢 对不对 让它相等 就够了 那只要 对于所有的x来说 x跟2的距离小于delta的话 要大于0哦 它不能等于2哦 等于2呢 这个就倒了 这个等号就不成立了 只要它x跟2的距离小于delta 大于0 我就有呢 x平方 跟4的距离 x减2分之x平方减4 跟4的距离它是等于什么 刚才前面的已经说了 它是等于这个 它就要小于 这个delta 而这个delta是什么 就是epsilon 那填充题 填成功了 因为对于任何的epsilon 我就找到一个delta 只要x跟2的距离小于delta 大于0 这个分数跟4的距离小于epsilon 结论 这个 成立 这个我不写了 大家给它补上去 这个 我当然可以做一个表来说明 这个是当然很简单的关系 你的epsilon 如果我要求你跟那个 跟那个函数值跟4的距离 要小于0.1 那你怎么样子可以给到我 可以啊 就让它是0.1的距离 只要x跟2的距离小于0.1 我就可以保证你这个分数跟4的距离小于0.1 对不对 你给什么东西都 我都可以回你一个数 你给这个是10的负7次方 这个也是10的负7次方 我都可以回你一个数 那 所以 for all 这个很严重的 for all 都没有问题 我那个诗子都写得非常清楚的 OK 所以 我这个表要列出来也是OK的 好 再举一个例子 你看这个limit是什么 事实上你带进去 当然你就知道了 你带这个2进去呢 这个等于负1 好 好 你怎么证 一样 函数值跟负1的距离 是这个 函数值跟负1的距离 那 它是 我希望它可以小于ε 可以任意小 那你简化一下 不是加1吗 那不是负2x加4吗 或者是 等于2x减4吗 对不对 所以 我希望 这个东西 小于ε 那你做做出来 就是有这个差距了 这个x减2 x去上2 那 就是x很接近2的话 它就要很接近负1 它是要 这个东西事实上是要依赖于 最后呢 这个 可能有一些不等号 要依赖于x减2 是不是 那 好了 那delta怎么选 那 delta如果是 二分之ε 那约一约 这个不是刚好就是x减吗 所以 这个就是 就成了 好 我再难堆一点 它就是小于2个delta 利用前面的所说的 它就小于2个delta 然后 既然 delta是2分之ε 所以 它就等于 2个delta当然等于ε 填充体又成了 那一样 所以是 所有满足这个条件的那些x 它的函数值 都要小于ε 那 那个表当然也可以列得出来啊 你的ε是0.1 delta是0.05 一定对 ε是10的负7次方 我就是10的负4次方 除2 也一定对 我们这里是看得很清楚的 第三个例题 我们开始有平方的东西 平方的东西你怎么振 平方的东西麻烦一点的 你带这个e进去 你当然也知道 这个limit应该是负1 好了 我们的 严格的定义 怎么样子去贯彻起来 说明它就是负1 那 一样的做法 先给它估计 减负1 就是加1 对不对 那就等于 x平方加x 减2 然后 这个是 x 是不是 你可以因时分解 反正你当然要x接近1 所以你在这里 还是要去无论如何 你要想办法去找一个x减1出来 事实上是这个样子的 那剩下来的 这里也有一个x 那怎么办 我希望这个是 小于一个m 乘以delta 那 然后呢 这个delta呢 就选取就是 m分之epsilon 那就是 等于epsilon 那就做完了 那 这一步是 重要的 那你这个x减1 小于delta 当然就是小于delta 但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小于m x变的 x变的 那有一些同学就说 x减1 就是小于 譬如说delta 除于x加2 那就乘了 那相乘就是 就是 就是delta了 对不对 这个大m等于1 这个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我们要了解 x在某一个区间里边 而现在呢 你那区间的这个 这个距离啊 又有一个x在里边 那x究竟是哪里 讲不清楚 我给你epsilon 等于0.1 你的区间是什么 如果是这个样子 你这个区间 一直在变啊 分之不同的x就在变 那你确定 给不出来一个区间出来 是不是 那我们看看 怎么样子去面对 这个困难 这个是不对的 方法是这样子 你希望x很接近1 是不是 那接近1的x 它再加2 大概就是不会超过某一个数 是这个意思 譬如说 我的delta 你接近1嘛 你我在0到2 就是刚才我们在 写limit的remark delta小一点点没有关系啊 delta的选择不是唯一的 那如果不是唯一的 我限制它 小于1 譬如说 如果它小于1 它就是0到2 对不对 那0到2 delta加2就2到4 反正是少于4嘛 所以如果我先限制 这个delta小于1 我这个大m就选出来了 大m等于4 然后我再来定这个delta delta就是四分之epsilon 跟刚才一开始约定的 这个1找最小的那个 我们的技巧就是在这里 所以那个remark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做法是这样子的 我let这个delta小于等于1 那只要我的x呢 是小于delta 跟那些x呢 我这个delta还没有定 我先给它一个限制 那就会满足x呢 减1呢 一定是这个样子 那换句话说 x就是0到2之间 那x加2呢 是2到4之间 那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现在呢 我们慢慢来给它 给它叙述 给它写清楚 有时候想的东西 不一定都会对 你写一写的话呢 就会可以一边 就是自己用逻辑观念去看的话呢 就会看得更仔细 那好 所以我的x加2呢 事实上就是小于4 这个确定吗 从这里我可以得出 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换句话说 我这个大m呢 就是4 所以我选比较小的那个 对于任何ε大于0 我选4分之ε跟1 比较小的那个 那则我的 它不是小于等于 事实上它是等于 x加2 x减1 然后满足了这些delta 满足这些 这个范围的那些x 它是绝对值当然小于1嘛 所以这个按照刚才的那个运算 它就是小于等于4 我看是绝对小于4 然后这个当然是绝对小于delta 而delta 4个delta 当然是小于等于ε 好 填充题又完成了 所有的 我的delta 就是这个 那这个 看起来是有点弦 但是等于我列一个表 给大家看 就很清楚 我们来列一个表 举个例 比如说 我的ε等于100 我要求你 这个东西跟1的距离小于100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合适的delta 可以啊 我的公司就这个样子嘛 4分之100就25 25跟1比较小的 哪一个对 不是1吗 好 那如果它是 这个delta是1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 都满足嘛 不是吗 都满足啊 都满足啊 4个delta 小于等于4 事实上小于等于4 但是 当然 也小于100嘛 那 譬如说 我的ε等于5 还是1嘛 还是1 那 当然了 大的ε不是我们有兴趣的 我们有兴趣的这个是 小的ε 但是也没有问题啊 这四分之ε 所以是0.025 这个 每一个步骤都对啊 每一个步骤都对啊 这个是0.025 它是不是小1啊 那小1啊 是不是 你跟1的距离小于0.025 你再加2的话 当然是小于4啊 每一个都对啊 那 有哪一个不对 任何的ε 我都找到合适的delta 是不是 你这里是0.001 我就0.00025 好 这个就是我的公式 我就利用这个公式 找到一个合适的范围 在这个范围以内 那个函数值 就是要给定了 跟一个固定的数 满足了你要求的 接近的程度 这个不是limit吗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是技巧 就是有时候 不能一下子就做出来的 这个ε delta 我们要做一些 预先的一些估计 先将这个delta 缩小一点点 来看看是怎么样 然后呢 来简化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最简单 就是这种类型的 一个mdelta delta就是x-1的 那个限制 m就是其他的 伴随的向的上界 这个100次有80次 都是这个样子 那就是但是 怎么找到这个m 就是关键 好 今天呢 我们就举了三个例子 来说明这个 epsilon delta 那 那 那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要有一点点时间 我再 再举一个 你说 这个是不是一个唯一的 我说不是 为什么我一定要限制 它是1啊 方便啊 不是1怎么办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我们来做一做 这样子 这样子让大家看看 就是这个 这个关键事实上是 1是一个简单的数 有它的所谓合理性 但是 我就是偏跟你说 说你什么简单 我不喜欢简单的 我喜欢复杂的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所以你第一步 你说 来到这里都对了 你的method 2 我的 我不喜欢1啊 我喜欢50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先限制它在50以内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 我的x呢 只要小于delta 这个是小于等于 我就找到一个m大m 这个大m呢 这是数字大了 因为你要求的 你给出的这个delta的限制 就是一个大数 这个大m就是53 所以最后呢 我的delta是什么 是50 然后这个是大m 所以是epsilon除以53 好不好 这个我叫做delta1吧 你看看 我的delta1在 在这个表上面 它跟这个delta就是 不一样的 它跟这个delta就不一样了 那当你epsilon是100的时候 我们来算一算 这个大概是2嘛 当然50比较大 不是 对不起 这个大概是2 所以minimum 50比较大 所以是取这个 对不对 所以是100除以53 那epsilon等于5的时候呢 epsilon等于5的时候呢 当然也是53分之5 0.1除以53 0.001除以53 那那个某一个角度来说 这个delta就比这个大了 可是这些又比这个小 这两个比较 那但是都对呀 那个证明你看出来就是 满足了这种条件的delta 这个条件 它x-2小于53 然后你合并起来呢 就是小于53个delta 这个小于53个delta 而delta呢 53个delta 要小于等于epsilon 所以都合的 满足的 都是对的 所以delta的选择 不是唯一的 我们这里给出两个方法 去给大家看一看 那今天呢 最后 我写一个定理给大家看 这定理呢 我先信息三才正 但是 为了说明我们现在的 这个连贯性 我们要做这个limit的 函数的limit 我一样要有一些基本的性质 譬如说 你f有limitl g有limitm 那f加g是怎么样 f乘g是怎么样 f除g是怎么样 都要考虑四则 一些甚至夹击之类的 那我可以利用这个epsilon delta的语言 一个一个给它做 但是呢 我们前面已经做了一些苦工了 我们这一sequence已经做了 那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做 依赖于现代这个定理 就是这个函数的limit跟sequence的limit 是一回事来的 怎么说 弱斜为弱 对于所有的sequenc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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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对于所有的sequence Xn它在1挖掉这个X0里边 只要Xn是去上X0 则它的函数值是去上L 这个事情若且为若 我们函数的limit是要等于L 那图画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是for law 也是很严重的 所有的sequence 所有的Xn我走向这个X 那它的函数值的那个Y值 这个Y值要走向这个L 这样子的话呢 我再说一遍 我现在有一个sequence 这个是X1 X2 X3 一直这样子 走到这个X0 它的函数值 我叫Y1 Y2 Y3 这必然要走到L 如果是对于所有的这种sequence 都对的话 则我的AFX呢 这个函数就一定有limit 而且limit是等于Yellow 那这是一个漂亮的定理 就这样我们两个课题呢 都是讲limit的 一个是数列 一个是函数 其他合而为一 对不对 好 今天到这里 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的话呢 我们下课 我们下课